霍克尼认为绘画的核心问题就是 如何能在一个平面上用镜子的图像 去表示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空间 以及我们自己主观所着色的三维世界 他在如何观看和绘画的描绘方式上 做了很多实验 霍克尼在为The Rake's Progress歌剧做研究时 偶然发现了霍加斯在18世纪 为关于透视的论文所创作的 带有讽刺意味的卷舍作品 他觉得这幅关于空间的绘画 有种异想天开的感觉 霍加斯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知道透视的规则 就会发生这样可怕的错误 但霍克尼却被霍加斯认为的可怕的错误所欺应 他认为他看到的这个没有按照透视法则 所创造出来的空间 即便不是更好 也与霍加斯所赞扬的正确视角一样好 于是就有了这幅科比 霍加斯之后有用的知识 而霍加斯所赞扬的方式 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 这是在当时的一种使用消失点 来描绘空间的新方式 它似乎使描绘更加真实 并在后来的几百年达到了顶峰 但也许就是在19世纪末期 文艺复兴时期对空间的描绘 开始被认为根本不真实 一些敏锐的艺术家开始意识到 空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 霍克尼对自然主义和对自然主义定点透视空间的描绘 有种不满 这幅画是科比有用的知识之前画的 这个人物是被创造出来的 但进物是真实的 霍克尼说这个系列的绘画对他来说 有种从自然主义中解脱出来的意味 正是这一种对于自然主义的不满 使霍克尼对毕加索越来越钦佩 他一直对毕加索很感兴趣 但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 他们觉得毕加索的形式太奇特 不知从何入手 该如何学习 该如何使用 但他说他必须学习 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就是要学会不被吓到 不要害怕通过毕加索的形式来找到自己的方式 霍克尼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意识到 毕加索并没有真正的扭曲 只有当你的观看方式总是从远处看 他的所作所为才会显得扭曲 总是处于一种禁止的凝固的时间中 当你意识到毕加索在做什么 他如何利用时间的那一刻 你就会开始看到他所做的不是扭曲 而是越来越真实 事实上是自然主义开始看起来越来越不够真实 1984年12月 霍克尼和朋友一起在巴黎看了《华托》和毕加索的展览 在《华托》的展览中 他们注意到一幅绝妙的迷人的小画 叫做《亲密厕所》 这是一位由仆人照顾的相当优雅的女士 这幅画也散发着香水和性感的女性魅力 第二天他们在看毕加索的画作时 有一幅1932年的小画 应该是毕加索的情人 玛丽·特雷莎 霍克尼向他的朋友解释了毕加索和《华托》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华托》的画作中 你会想知道你作为旁观者是从哪里在看他 就好像你在另外一个房间 透过一个钥匙孔 看着一位正在被仆人擦粉的女士 但是在毕加索的画中 因为你可以同时看到背面和正面 所以你不会问自己在哪里 因为你在画中 在《华托》的画中 你好像是一个偷窥者 你通过钥匙孔看场景 但在毕加索的画里 你没有 你身在其中 《走在残院》是霍克尼1983年的作品 他为此在京都拍了160多张照片 并花了很长时间将它们拼凑在一起 让霍克尼兴奋的是 当他拼凑出京都的残院时 他的脚在图片的底部 就在那时 他才开始意识到 他真正研究的领域之一 就是透视 这是可以在摄影中改变的 他认为他拍了一张没有透视的照片 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摄影中做到这一点 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 因为摄影是完全由透视主导的图片制作过程 大多数摄影师认为 透视规则是摄影的本质 根本不可能改变它 但对霍克尼来说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 他意识到不必如此 1975年的那副 《科比·霍加斯》之后 有用的知识的意义就在于 当时他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反向透视 说到反向透视 就不得不提霍克尼对中国古代长卷化的迷恋 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康熙南巡图时 大为赞叹长卷化带来的移动观看 或者闪点透视的视觉体验 以至于他在1988年制作了一部 与中国皇帝的大运河一日游的短片 专门介绍这幅长卷化的第七卷移动观看的体验 霍克尼曾说 从某种意义上是摄影让他重新思考了立体主义的观看方式 他说立体主义破坏了以前那种固定的观看方式 固定的位置意味着我们是静止的 甚至眼睛也是静止的 这就是单身照片的问题 我们实际上所能做的就是凝视它 然而我们的眼睛是不断移动的 霍克尼故意对立体主义的进物进行了模仿 他设置了一把吉他 眼草罐 木桌 等等立体派进物的元素 他认为结果比一张照片更能够告诉我们这些物体的存在 在这些画作中 霍克尼仍在探索透视的空间观念 由于这些照片中的多个视点 眼睛被迫一直在移动 随着眼睛在时间中移动 你开始将时间转换为空间 当你移动时 椅子的形状会发生变化 地板的直线也似乎以不同的方式移动 多个视点创造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霍克尼说 他在景观中移动 从不同的视点慢慢构建它 这个摄影作品有些是正面拍摄的 有些是从梯子上 由上往下看到的 通过将所有内容组合在一起 营造出宽阔和众生的感觉 但同时一切都被带到了画面上 正是这种移动的空间 让霍克尼深深着迷 他觉得现在他可以找到一种方法 是基于毕加索的成就 但在进一步改进后 最终会有自己的风格 并看起来非常真实 霍克尼在好莱坞生活时 他每天都开车去他的工作室 他说他被所有这些摇摆不定的线条迷住了 从山上看洛杉矶 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他认为事实上 这些绘画比你想象的更真实 他说当你看到画中的穆赫兰大道时 你的眼睛在画作周围移动的速度 与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速度大致相同 就好像是你在驾驶一样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兰大道小